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曹植这样的例子又能有几个 玉王大明王朝1566里 这种官场中一个罗伯一个坑的现象就相当明显 皇位只有一个 玉王虽然想要 但只要加进活着 玉王就不能染指 那个首富只有一个 学阶虽然有心取代 但年松在位 学阶就不敢表现出来 这只总督只有一个 赵真吉想当 但只要胡宗宪在位一天 赵真吉就不能直言 浙江春安之县只有一个 田县称虽然想当 但只要信任之县海瑞一道 那么田县称自然就灭了心中的想法 加进俗话说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同样 在专制体制中 不想当上司的官员也不正常 为了当上司 下属或者期盼上司死亡 儒家紧甲崩 国度可一日无主 玉王自然就当了皇帝 或者期盼上司升职 和冒财 本来是这家暗茶室 但是他的上司不正是正命昌高生这家寻服 他就不为 借了暗茶室 或者期盼上司倒台 学阶都到了严松 他自然就有机会当内阁首辅 或者侵害上司的上司赏识 像海瑞就在玉王等人的推荐下 由海南一个县的教育生做了纯安坐之线 在中国古代这种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官场中 又想升官 除了这几种途径 又还有哪种方便法门呢 当然 这种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官场体质 代表着稳定和秩序 可以保证体质的有效运转 每一件事总有人承担责任 不至于因人费事 但与此同时 这种体质的弊端又很明显 就是很容易形成利益输送 形成贪污腐败集团 因为在立出一孔的情况下 官员们上升的渠道 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为了前途 必定依附于少数强人 这一点 大明王朝1566中的严嵩 严世斑 罗龙文等严党 玉王 学坚 高拱 张之正道太子党人 都是一丘之和 严嵩严嵩 严世斑 可以在浙江推行改造文方的国策 也让沈亦时为他们赚钱 实际 张家政也可以南方推行年部与蒙古人护士的国策 将高汉文为他们赚钱 其中商人地主达六成 少秦拿三成 百姓拿一成 所以 在这样一个罗伯一个坑的体质下 无论是严嵩当内阁首府 还是许介当内阁首府 在尝到权力带来的利益后 他们又如何不贪 如何不服 这样的 一个罗伯一个坑的官场四局 赫时又是一个头